在事情又發生在英國 是莫斯科東 熱情的招呼 暖心的問候 這些都是專屬於甘載店的人情味 不過隨著科技發達 無人商店的出現 讓民眾購物時多了新選項 無人商店內一切購物的模式 都顛覆產品的想像 想進入商店 需要透過人臉辨識系統掃描進入 每兩商品也擁有自己的電子標籤 方便民眾隨時了解價格的變動 但在台灣這樣的商店模式 民眾是否買單也成了一大難題 以台灣最大連鎖超商為例 目前全台共6295間店 但無人超市僅有4家 懸殊的比例顯見部分國人人不習慣 有時候還是有一些事情 可能會請店員幫你服務會比較好 不過身處世事講求便利與快速的時代 自然也不少民眾 對於新型態的無人商店躍躍欲試 比較想要體驗新型的 其實就比較快速結帳這一點 因為有人的話 有的人態度很不好啊 不祥啊 業者也看準這點 推出無人貨架 上班族只需透過手機 掃描QR Code付費就可以拿了商品就走 同時智慧超市的出現也是一大亮點 店內配置的自動結帳機台 不但加速買單流程 需要使也有店員從旁協助 滿足了不同客群的需求 網路上自創的品牌 他想要落地有一個體驗店 但是他並不想要負擔那麼大的一個人力成本 可能就會發展一個無人的一個體驗館 傳統商店留有人情味的同時 無人商店也以新模式發展 為了人機協作是否能並存後續發展 令人期待 記者無依聽夜思雨採訪報導